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科》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。 现在市面上的键盘有很多种,游戏的,商务的,还分了各种轴。 在这里,小编要给小伙伴们提醒一下,不要买游戏键盘,因为跪起来会有点疼。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跪起来不疼,玩起来超爽的键盘。 这款有着两个迷之突起的玩意儿,就是小编要说的键盘,名叫Arbitouch。 相信不少的小伙伴们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会一脸懵逼,会想,这是什么鬼东西,根本看不懂,说好的键盘竟然没有按键,怎么打字。 首先小编要对这名设计师表示佩服,这个键盘的造型已经玩爆市面上的大部分键盘,看起来手感非常的棒。 不过小编要吐槽一下他的打字方式,设计师的脑洞已经开到天上去了,整个键盘没有按键,只能靠手腕的转动和手指的按压进行打字,非常的复杂。 直接颠覆了小编键盘打字的三观,而且这是小编第一款看着说明书都操作不了的键盘。 不过对于一些用户来说可能会非常的实用,毕竟跪起来不疼,而且手感很棒。 不过他的价格可不便宜,需要好几千块,快赶上一台不错的电脑了。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哦。